大家好,我是FUCO,歡迎來到事故調查 今天人來到的是萬華區的內江街跟康定路這個路口 這個路口在6月24號的早上10點4分的時候 發生一起行人的A1交通事故 事故的發生是由一台水泥車右轉彎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行人就直接把50歲的婦人給撞下去 並在送醫之後宣告不治 這個車禍的發生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 是設計不良還是真的就只是駕駛因為他有酒駕 或者是沒有注意而發生這樣的憾事 這個路口有什麼樣的優點缺點 接下來我們細細的一一來盤點 那麼這件事故最主要的發生原因 我們實際站在這邊就稍微可以知道一些細節了 先撇除水泥車駕駛真的完全沒有在看路的情況 這個地方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看到這個施工圍橋明明已經做成 可以透過去看到轉彎處的樣式了 但是呢這一邊堆放的一堆雜物電箱這些東西 去直接阻礙到了右轉車可以提前注意到行人的任何一絲時間 並且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路口轉彎處是沒有做出突出的 內江街的人行道就直接斷在這邊了 找到內江街人行道鏡頭之後呢 你要上到這一個轉彎的實體人行道 但是你站在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看不到我人在哪裡了 沒有錯駕駛的視野也是一樣 看不到行人站在這個位置等待 那駕駛要右轉之前就不會提前預知到有行人在這裡等待穿越 車輛行駛過來不知道有行人正在穿越 並且大行車坐高更難以注意到這些行人已經正在穿越 就直接右轉把行人給撞下去了 要讓駕駛停讓行人還得讓駕駛先看到行人 那麼這裡各種各樣存在陷阱般的設計 讓駕駛盡可能的晚一步發現行人正在通行 除此之外這個轉彎R角非常的死 造成大行車駕駛在轉彎的時候 必須要先往前執行一段距離之後 再右轉才可以避免掉內輪差 直接撞在這個電線桿上面 以上就是撇除了水泥車駕駛被酒精或是手機蒙蔽了雙眼 而造成事故的其他主要原因 那按照慣例接下來我們來開始通盤檢討 這個入口還有什麼樣的缺失 那當然如果還有優點的話 我也一樣會全部舉例出來 首先這個入口的第一個其他缺失 我一定要講這個旗樓的柱子 為什麼除了有旗樓以外一定要做人心道呢 就是因為這個旗樓 這個柱子它是必須要待在這邊的 不然整個房子呈重量可能會不夠 那這個是建築將官科系的專業 我就不再多做說明 那這個柱子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駕駛要右轉過來的時候 你看得到行人在這邊要穿越入口嗎 很抱歉你是看不到的 當我站在這裡都已經要進入口範圍的時候 回過頭來看 你看得到車輛正在行駛過來嗎 你看不到車輛過來 代表車輛也看不到你過來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很簡單 把入口突出做出來就可以了 尤其這個入口 我發現它四個方向都有做這種黃線的臨時停車標線 它雖然禁止停車但是可以臨時停車 並且在特定時段它是可以直接停車的 那可以停車在這裡阻礙車流動線 為什麼這裡不可以做出突出 做出避車彎 然後把這個入口範圍縮窄 讓駕駛可以有更好的R角去轉彎 有更好的視野可以去提前注意到行人正在通過 並且可以縮短行人穿越入口的距離呢 就如同剛剛所說 黃線那個位置也是會影響車輛通行 那為什麼工程車停在黃線那個位置 跟紅線這個違規相行車的停放 都是影響車輛通行 但是一個卻是合法 一個卻是違規呢 那這個入口第二個問題 一定要給到這個左轉車道了 可以看到康定路的車道配置是雙向四線車道 那左轉內將接的車道呢 它是做直行左轉的混合車道 我待在這裡觀察多時了 左轉車流非常多 丟到每一次耗製都可以看到 大排長紅的左轉車在等待左轉 即便到了耗製早開時向結束之後 還是有非常多的左轉車會堵在車道中間 造成後方執行車流的不順暢 但是呢 交通工程是不科學的 因為在交通裡面 四比三小 四車道的配置通行效率會比三車道還要差 至於要怎麼證明四比三小 我們等一下回到室內上設計就知道了 以上就是目前我所看到所有這個路口的缺點了 其實滿意外這個路口的缺點還算滿少的 畢竟這個路口四個方向都有人行道 即便不寬 但它確實都把這個燈桿這個電箱 給收在人行道的範圍 只剩下那邊那個標線型人行道的燈桿 它是被放置在車輛會衝突的地方 而且最讓我訝異的是 就是在健康大學這一側的人行道 有這個轉彎處的護欄 這個護欄是做什麼用的呢 它就是讓行人不會在這裡隨意穿越路口 而做的一個設施 那它可以是圍欄 可以是一些導體 一些庇護的原石 那做成花圃也是一種不錯的綠化設施 並且在這個後面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停車彎是挖的跟車道平旗 讓機車駕駛不需要行駛到人行道上面才能停車 那可以直接在車道這邊做進出 以上就是我在這個路口發現的所有的優點與缺點 那如果還有我沒有發現的優點或缺點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良好的交通工程才可以 避免駕駛真的完全沒有辦法注意到的情形發生 那剩下的僥倖心態 屬於注意或者是惡意違規 那再來就是教育跟工程方面的事情了 交通要改善還是工程最為優先 那要怎麼改善這個工程呢? 接下來我們一起回到室內上設計 在開始改造之前我們要先確定改動方向 由於康定路左右轉進入內將接的車流非常多 並且因為沒有左轉保護石像的關係 使用的是南向早開號制 先讓左轉車輛通過之後再放行北向車輛 但這樣發生了非常多的問題 首先是左轉車的視角無法確認對向來車的號制 可能導致駕駛會有要在對面開始走之前轉過去的心態 結果就是大量的切西瓜左轉 以及在北向開放之際 來不及反應的左轉車駕駛 就這樣與執行車發生車禍 又或是像這種公車左轉時 以為對向還是紅燈 左轉過來才發現行人已經放行了 結果造成整個路口的堵塞 而這一切的原因都來自於不良的號制輪放 這個問題點也有現場向我提供意見的當地居民表示 就是因為這樣常常看到可憐的機車騎士 好端端的直行就被左轉車給轉下去 要解決這個問題 左轉保護實向是必不可少的 因為龐大的直行車流 會讓左轉車輛難以機會左轉 這是原本的車型動線 再不增減車道數的前提 也就是繼續保留南北向四車道 東西向二車道的情況下 康定路北側向南行駛使用直行右轉混合車道 與左轉轉用道的配置 因為左轉的車流不管有多少 只要使用直行左轉混合車道 都會因為任何一台左轉車而拖累另一個車道的順暢 康定路南側則配合著北側的更動 將車道數對齊也配置一個左轉轉用道 接著把內江街的直行動線畫出來 所有的右轉動線、左轉動線 還有一個進入口小巷的動線 這就是這張圖的範圍內 所有車輛移動會使用到的空間 除此之外的空間用人行道給填起來 並保留原本的停車空間 畫上車道線、指向線、行穿線之後 整個路口就大致完成了 不過在路口範圍內 這裡有兩個比較大的空間 是沒有任何車流經過的區域 我們可以做出庇護導 不只可以保護行人通行 還能利用它來導引車流 讓內江街左轉抗定路的駕駛沒辦法切西瓜 也讓行駛抗定路的駕駛 沒辦法佔用左轉轉用道執行 最後補上路口行車引導線 防止內江街駕駛偏離行駛路徑 而撞上人行道或跨越車道行駛 如此一來 一個保障車輛通行效率 又能讓駕駛盡可能的看到行人 並且有多方位保護行人 可以安全通過路口的改善設計就完成了 路口突出讓不管是小型車還是大型車駕駛 都能盡可能的確保轉彎視距不會被建築遮擋 騎樓的柱子也不再是緊貼轉彎處 而是有人行道做緩衝 這個突出的部分還起到了保護路邊停車的功能 讓路邊停車更不容易遭到事故波及 並且因為路口突出的關係 直接減少了行人穿越路口所需要的距離 盡可能的避免讓同樣的車禍形態再次發生 以上就是對這個路口的所有改善建議 如果你喜歡這個改善方向還請留言說聲加一 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看到 讓交通單位看到 另外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建議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哦